赶紧先进去吃饭 月亮 你回来了 不是你让我回来了吗 不好 你不会是来搬家的吧 所以你要回家住吗 行 现在就要走吧 你笑什么 我从头到尾 就没说让你回家住 是你自己说的 那 那你是不生气了是不是 我想了想 你说的也对 别人不喜欢我 我有什么错呢 是是是 你不用生气啊 这不是你的错 而且我顶多就是自作多情 闹了点误会 我这点尴尬 跟你比起来 算得了什么呀 据我观察 凌霄 贺子秋 彼此之间 还什么都不知道 你等于是同一屋檐下 骑上买下 小大两只窗 这么好的一出息 我怎么可能错过呢 你等到 作为唯一的知情者 我一定要亲眼见到你 登上影后的宝座 你是魔鬼吗 嗯 开心开心 好 麻烦愿意 怎么都不说话呀 我走的这些天 出什么事了吗 秦莫愿 我们之间的误会 没事 没什么误会 我们之间又不熟 有点误会很正常 不像你们三个 从小一块长大 相互之间 完全没有秘密 非常坦诚 对不对 小哥 嗯 你一会儿是不是要 给你姨父送饭去啊 是啊 医院的饭又没什么理念 我会多照顾他回来 爸跟我打电话说 让我也买点东西去看看 嗯 你姨父怎么了 癌症 正化疗呢 能治好吗 还行吧 发现了算早 现在情况还算乐观 嗯 那就好 月亮回来了 回来了啊 过来吃饭 啊 啊 啊 可以说 我爱你 我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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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小哥 你不会突然抢问我吧 你 你把我想什么人了 我怎么可能抢问你啊 那我要是不太冷静的时候呢 神经病嘛 那我就把你的头塞进冰箱里 让你好好冷静冷静 高手 高手 回答完全正确 是 你是故意给我瞎烫的吗 老子想些什么呢 你死活了 你累什么累 对了 听林骄说 昨天晚上你和唐燦吵架了 怎么回事 他谁说我的 我不是要说你吗 我说你看唐燦那指甲 跟老巫婆似的 你要是跟他打肯定打不过他了 你不如想点阴招吗 怎么阴 比如 他怕痒吗 老子痒啊 高手 高手 洁洁宝贝 我昨天发你那公众号练剑 你看了吗 我正要跟你们说这个事呢 那文章谁写的呀 太夸张了 我怎么就变成了当代 什么木雕艺术领军人物 我的军在哪儿 我领谁啊 我找人写的 这两个公众号阅读量还可以 咱们工作室 微博都涨粉了 涨了三十多根的 这是我们学校那个大学校报 头版头条 你看一下 这只是刚开始啊 后面呢 还有公众号跟网媒 我正联系着呢 对了 咱们本市晨报周刊的记者 已经给我回电话了 说约个时间采访你 咱们一定要把工作室的宣传 做好 做强 做大 这个就交给我了 你太棒了 宝宝 我什么时候说过 我要接受采访了 我没有什么想说的 取消吧 李老板 你这么做可不行 这工作室又不是你一个人的 还有娟娟的一半呢 身为合伙人 一定要做到 以集体利益为主 我说是真的 你看这文章 写得太夸张了 老鹏看见他会生气的 得不配位的事情 在他那儿就是忌讳啊 老鹏 他的恩师彭玉玲 这彭老师一年挣那么多钱 而且采访也没少上 怎么着 只允许自己吃肉 连学生喝点汤都不行 我是聘请你做宣传部长了 还是经纪人了 你只是来打工的 你不知道吗 老板说不要你听不懂啊 你怎么这么警惕呢 光天化日之下 我还能费力你啊 谢谢西西请 你跟尖尖 发展到什么程度了 无聊 拉手了 这个没难度 这个没难度 那亲了 你放心 我对你没什么想法了 君若无情我便修 我不想把自己的隐私 传到全医院都知道 我发誓 绝对不会说出去的 我出去吃个饭 一起吧 下次吧 别约了朋友 拜拜 其实你真的不用 请我吃饭的 你想吃什么就点什么 我不太会点菜 点菜有什么会不会的 是不是自己想吃的菜 看一眼菜单不就知道了 你们点菜看菜单 都不纠结的吗 菜单人都几十道菜 但去一家餐馆 无论纠结多久 人还是会习惯性地 点一个自己熟悉的 并且喜欢的 想清楚这点之后 就不会纠结了 我妈总是嫌弃我点老三样 你妈前人吃饭 还不是总去吃海鲜 服务员 点菜 吃点什么 蒜蓉粉丝 真善贝 较原大虾 炒小牛排 青菜你想吃什么 空心菜 空心菜这个季节 有点老吧 炒个油麦菜 多加蒜蓉 再来一壶花茶 谢谢 好 稍等 成功了 我妈就是这么点的 点的挺好的 你请我吃饭 还让你来教我点菜啊 我没有教你怎么点 我只是把我的经验 分享给你 最后做决定的 还是你自己 是啊 我连点菜都没办法 自己决定 你不喜欢我 也正常 我没煮剑 还自作多情